大家好,我是Dan 和土南木的相关事宜发表一些看法 我的朋友A于2024年3月6号晚上7点30分 邀请我共进晚餐 A告诉我 他的几位老朋友会一起来 让我不必感到不便 用餐期间A的一位朋友提到 他还邀请了另一位朋友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朋友是谁 一小时后那位朋友来了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谁 直到他自我介绍时 我才知道他是土南木的西先生 并且想起他曾经透过绑系尔议长 表示想见我 西先生说 他知道我会出席这次晚餐 所以也想参加 他对女精死很感兴趣 想见一见身为制作人的我 然后虽然当时我不知道 但与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交亲的内部的B先生也来了 那天的聚会可以由所有出席者作证 纯属四人聚会与投资无关 与海埔的夸张报道不同 事实上我与土南木的西先生的会面 仅此而已 海埔并未参加这次会面 那么他们的虚假指控 基于什么呢 西先生表示 他想参观女精死的东京巨蛋演唱会 我们之后的对话 也仅限于东京巨蛋演唱会相关的简短对话 而与B先生的联络 也仅限于之后的一些私人烦恼的交流 用餐结束后 在我回家的路上 告诉L副代表 当天偶然遇到的这些人 L副代表听后说 如果像土南木这样 海埔投资的公司成为耳朵的主人 对海埔和耳朵来说 可能会对彼此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一次笼统的对话 不过这种想法 现实上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没有海埔的同意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尽管实现可能性很低 但当时听到这个想法 我感到一丝解脱 我作为耳朵的代表 一直感觉 耳朵在海埔内部 遭受微妙的欺凌和孤立 我不知道 仅仅因为幻想过 摆脱无法摆脱的加害者 这样的想法 是否会成为一种罪过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 思想审查的世界里 我不明白 这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也想审查一下 海埔高官们的思想 L副代表 在加入耳朵后 虽然也同样是属于海埔内 但他不知道 我看到耳朵遭受了这么多的欺凌 他问我 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正因如此 我们投论了 如何应对海埔的各种欺凌 而海埔截取并剪辑了这些对话 恶意地利用这些对话 仿佛我们进行了 某种重大阴谋和行动 我无法相信 我竟然需要如此详细地解释 这次四人会面的故事 仿佛在解释某种大罪 海埔强烈主张的 沙乌地阿拉伯国家主权基金的 真相找到了吗 海埔拉拢他们自己的朋友 将他们置于困境 利用这种情况 这是令人惊讶 在与朋友的晚餐中 偶然遇到的人 常理来说 提出收购建议是合理吗 再三强调 如果需要确实的事实确认 我要求包括海埔在内的四方会面 不要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 确认会面 而应该确认会面的目的 和交谈的内容 基于过去的经验 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担心会出现 无论如何都承认 与南伊布和土南部 见面了这样的新闻标题 我之前所说的没有见过投资者 是指没有以夺取经营权 为目的的见过投资者 希望大家不要被明显的文字游戏所欺骗 而且即使见过投资者 一家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见了投资者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还不其他子公司的总经理 见了投资者 您也这样怀疑和追问吗 您是否对那些 频繁出入夜总会 声色场所接待投资者 和客户的人 精心过监察呢 为什么在进行监察前 没有先提出会面 或口头询问的建议呢 内部高发文件 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进行协商 然而为什么没有一次会面的要求呢 为何海埔不顾股价下跌 依然强行进行了这场违法的监察 我必须指出 海埔提出的证据 均是非法获得的 二 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 不是几条随意拼揍的聊天记录 就能解释的 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 也没有需要解释的事情 不了解我的性格 平时说话的方式 玩笑风格 以及当时所处的情况和对话对象的人 不应该简单的评价这些事 会面临和我一样的境遇 女进士和我经历了许多 你们无法知道的事情和各种情况 这些事情无法在这里全部解释清楚 也没有解释的必要 而且不必要的额外解释 会牵扯到他人的私人事物 制造新的矛盾 持续造成伤害 这是不必要的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经历了许多你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些事情让我们痛苦不堪 但同时也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坚固 在充满偏见的商业环境中 与年轻的朋友们一起 用别人的钱经营企业 这比想象中要困难的多 我们不得不克服各种障碍 大多数人并不是生来富有 靠自己的钱创业就像摘星星一样呢 没有钱的人能够凭借才能获得投资 也是一种能力 这样获得投资开始工作并不是罪过 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 已经产花了超过投资金额十倍的价值 还有很多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巨大价值 尽管如此 仅因为最初是靠投资开始的 我却被冠以背叛者自我膨胀 夺权者等荒谬的标签 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我对海浦提供的价值到哪里去了呢 当初不是因为看中这些价值 才邀请我加入的吗 如果我少一些强迫症 也许会更容易一些 如果我只是个简单的工资经理 这可能不会这么累 但我无数次的自责 因为我不希望不必要的责任感 损害任何事情 这些痛苦困难快乐和尴尬的经历 使努金丝和我变得像家人一样 但我们的关系比普通的家庭关系更加坚固 因此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们的关系都远超你们的想象 在被拼揍的聊天记录攻击后 成员们纷纷发来慰问短信 这些短信不仅仅是简单的慰问 而是充满了爱的内容 慰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我哭泣的原因 不是因为被陌生人误解和谩骂 而是因为所有删除这种境地的人 都必须经历这些糟糕的事情 看到有人会被这些明显的阴谋所欺骗 这让我感到遗憾 但这是煽动者的问题 不是接受者的错 但如果你们稍微关心女进死 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让成员们 卷入这些荒谬的事段 即使再怎么讨厌我 为了成员们的未来 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一直致力起诉那些恶意的YouTube频道 平时我认为 那些提供私人资料的行为是恶意的 这件事让我感到讽刺 有人可能说 如果我放弃就好了 但如果考虑到人性 再想一想我们所经历的情况 就不可能这么做 每天我都在反思思考 这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如果我选择适当的妥协 完成任期和我将得到足够的金钱补偿 即便如此 我还是承担风险进行内部解放 因为有一些价值是我想要守护的 如果我只是为了钱 怎么会这么艰难的进行内部解放 并努力寻找需要 还不批准的法律上几乎不可能的方法 这完全不合逻辑 我多次说过 钱从来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但不了解我的人 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无论如何诋毁我 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 了解我工作过程 决策案判断的人会明白我的想法 坦白地说 我无数次想要放弃这个充满不公的行业 离开这一切 我也不想像不认识我的人 刻意掩饰自己 海埔已经让女进士这个团队陷入困境 坦白说 把事情推到这个地步 他们真是可怕又恶心 人不是玩偶 不能被别人的判断和标签变成玩偶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 不应该由从未共识过的人来进行人民共识 无论海埔多么想把我塑造成女巫 他们都无法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3.在生活中 冲突有时是无法避免的选择 虽然我不喜欢冲突 但我也认为为了更好的进步 及时感到痛苦 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我不会因为自己陷入困境 而分裂成某个特定实力或性别 去寻求情感上的支持或同情 人类的个性并不是仅仅由性别来决定的 我认为正是因为特征的不同 才是我们拥有各自不同的存在理由 我是个思考和烦恼很多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 我总是有很多理由和解释 因此仅凭片面的断章取义的聊天记录 无法随意评断我的想法和哲学 正因为这种性格 我尽量喜欢与小规模的团队合作 奇怪的是 自从我前一份工作起 我一直受到一些不实指控 说我做了我没做的事 即使我几乎没有参加外部活动 还是有些人像见过我一样对我撒谎 由于我不喝酒不抽烟不享受娱乐 并且不太会排解压力 这使我不得不接受治疗 因此我也减少了会面的次数 然而我也想感谢那些 在这种情况下 小心翼翼的传递来自 海埔其他组织成员的支持信息的人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某次闲聊中 海埔代表李氏庞金文曾说过的话 他提到自己在秦公司 如何善于进行结构调整 因此对某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 当时我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 随便听了听 但现在突然想起来 让我毛骨悚然 海埔在我入职时 给我使用的笔记本店呢 我在两年前进行了初始化 并返还给公司 但他们在监察之前 未经同意就进行了事前取证 查看我的个人隐私 并相互飞翔 并将其纳入监察文件 走度我成立前的事情 与此次监察有何关联 此外我听说 属性名记者在公开法庭上旁听时 他们没有提出法律主张 而是选取了 我的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以刺激性的语调两度 我当时不在法庭 事后得知这些情况 感到非常震惊 在尔多尔城里前 公然公开我的私人生活 无端攻击我 无辜拿走副代表的笔记本电脑 威胁并诱导他 说他会承担刑事责任 他们还压迫尔多尔成员 深夜闯入家中 要求提供个人手机 拼测无关的私人对话并泄露 尽管他们进行了 这种不合常理的掩埋行为 却还发布了会保护员工的新闻 我对这次监察的真实意图非常好奇 海卜甚至监视了我的私人聊天记录 他们应该非常清楚 未经编辑的上下文中 对我有利的内容有多少 对他们不利的内容又有多少 我再次对海卜的道德麻木表示质疑 四 希望大家能看到事情的本质 如果监察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获取夺取经营圈的证据 那么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是不必要的 应当透过准确的证据和合法的程序 迅速且低调的进行监察 仅公布最终结果 这样既可以避免股价下跌 也无需挑起不必要的矛盾 我们正面临的争议 威胁到了许多人的未来 包括我自己 我们需要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来克服这些挑战 这不应该是基于偏便和不实信息 对我进行的公众审判 目前我们正处于法律纠纷之中 我们应当等待法官根据事实 做出公正判断 我对海卜虚意歪取事实 并也遭证据的行为感到疲惫 虽然我未见旁线议长提交的情愿术 单其标题中的恶一字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同的单词 在不同的用力中 真是差别巨大 由于出出不明 且不符合事实的报道 已导致许多误解 一旦出现不实报价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但它会形成框架 迫使我们不得不发布澄清新文章 这个过程非常疲惫 而且先发之刃的攻击 容易煽动公众情绪 从大众的角度看 很难分辨真假 因此我们应该冷静地等待法院的判决 然后再考虑后续不走 最后 我对因此引起的动荡和不安表示歉意 对此 海浦也立即发出立场文反驳 海浦向大家告知 我们对敏尼锦代表在关键法律判断前 发布以个人情感为主的立场声明的行为表示遗憾 敏代表一方面表示希望艺人们不被卷入此事 另一方面又强调他与艺人们的关系 这种行为极为不妥 敏代表一直以来以善动性言论和情感诉求 掩盖事件的本质 在此次声明中 他再次表现出这种意图 但事实和大量证据解释了他的行为和意图 他与多位投资者接触的目的和想法 在他的对话记录中有大量记载 试图夺取经营权 非理性的迷信管理 对女性职员和艺人的贬低言论 都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这些行为对于一名公司代表来说 是不合适且严重的缺陷 我们从未拼凑过任何资料 相关资料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取的 并在法庭上提交了原件 尽管如此 明代表对媒体谎称 这些资料是非法获取和贫揍的 明代表应该停止利用艺人们向媒体发布声明 应诚实的配合监察调查和司法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哎 明尼姐在官方声明中提到 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海谷拿走了他在两年前返还的设备 那些事情发生在他在海谷活动之前 能确定是关于女性死的吗 有具体的主语吗 还有那个解发聊天记录的YouTuber 是与海谷的副代表有交情的人 你们能接受自己三年的聊天记录被曝光吗 这真是一家公司对付个人的合理攻击方式吗 海谷提出证据 明尼姐就称这些证据只是玩现话 或者是私人对话 整这个策略行不通时 他每次发表言论时都拿女性死当做挡箭牌 海谷已经说过不要提到艺人了 但在这次明尼姐的立场声明中 又一次提到了女性死 甚至还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如果女职员和女性死的聊天记录是真的 为什么不拿出原件 而是展示重新排版的内容呢 而且那个YouTuber之前也有很多错误的言论 怎么相信她的话呢 一直要求提供原件的那些留言是低能儿吗 在法庭上没有公开聊天记录 是因为米尼警方不允许公开原件 他如果真的觉得委屈 那么这位经常发表声明的代表 可以自己公开原件 证明海谷在撒谎 反正按照你们所说 舆论已经站在米尼警这边了 那么公开聊天记录原件 就能让海谷彻底完蛋呢 认为海谷只拿出事实的想法 本成就表明你已经被海谷洗脑了 现在什么都不确定 所以没有人应该被惩罚啊 海谷拿着一些情况证据说是证据 但如果那些证据真是确定的证据 为什么他们还要提交那些 与事件无关的背后骂人的聊天记录呢 这意味着他们仍然没有确信的证据来指控犯罪 爆料旁锡尔因为没有接受打招呼 所以无法原谅 而自己贬低女职员和骂女精死成员的事情 却说是因为性格如何 聊天记录是被拼揍的 在记者会上那么会公开私人聊天记录的人 为什么不公开辱骂女精死的聊天记录呢 如果公开了一下子就能让海谷闭嘴啊 所以最终还是 我的聊天记录只是个玩笑 而对方的聊天记录是充满仇恨和鄙视的 沙鲁阿拉伯国家基金什么的 有证据就公开啊 既然能非法公开别人的聊天记录 为什么不能公开切切的证据呢 明显在他的立场声明中也提到 询问海谷是否找到了 提到多次的沙鲁阿拉伯国家基金证据 如果找到了 为什么不也通过一个YouTuber来公开呢 所以对于双方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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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